大家好 我是中国国家画家范阳 我看到这张画的时候 我仿佛听到了黄河在咆哮 就像水喷涌下来以后 又翻起的那种感觉 马亚的这张水图 在中国绘画史上 是一件特别的作品 画出了真正活的水 在中国的山水画里 往往山是主体 也有画面中出现水画面的一些杰作 但是完全以水作为主体来描绘的作品 应当说马亚这件作品是独一无二的 马亚的这张水图 他画的江河湖海 有画长江的 有画黄河的 有画洞庭湖的 实际上他还画了祠堂 还画了溪流 这些也有惊涛海浪 在这张画的前面有 这个明代一个著名的书法家吧 他提了一个叫 马云水三个字 而且他在文字中专门的介绍 他说叫真活水也 真正活的水 比方我们说 马云画的长江 没有岸边 没有周船 就是画的浪 一浪一浪的 它有浪尖的 我们在长江面 可以看到这样的景象 慢慢的左边 朝右上方 渐刺地推过去 你能感受到 长江在奔向大海 一浪一浪的 汹涌澎湃地走过去了 另外他画的那张 寒唐清浅 他就画出了一个 水好像是半透明的 可见底的水边的石块 一半在水上 一半在水下 有水落石出的感觉 我们在生活中 确实就能看到这样的景象 当我们看到自然中的水的时候 真的跟马云的这次表现 是一体化的 是一样的 所以古人评价 真活水也 人们常说的艺术的几个境界 见山是山 看水是水 然后叫看山不是山 第三个境界 看山还是山 看水还是水 我觉得马云的这一组水图 已经达到了最高的阶段 就是看山还是山 看水还是水 但是它是一个不同层次的看法 它的这个水呢 是一个概括的提内的 总结以后的看到的真活水 它已经摒弃了画面上 多余的元素 以最最纯粹的元素来告诉大家 看山还是山 看水还是水 而且马云它在表现不同的水的形态的时候 是下了功夫动了脑子 用了最合适的笔法来表现 比方我们说洞庭峰系这张画 它其实是画的村民景和的一种景象 用细密柔软的一种笔法组成的波浪 像榆文一样 由近极远的剑刺推去乃自无痕 最后变成了胡天一色 这个手法后来呢 被许多画家用的 比方著名的画家叫张大千先生 我觉得它的沟水啊 往往都是用的这种 有点像小鱼网 有点像小鱼鳞这样湖面的一种处理手法 但是当马云画到那种有浪花的水面的时候 我们又看到不同的手法 比方讲 沉波叠浪这张画 它就不是在用细密的笔法了 它用的线就稍微撞起一点 另外呢它经常用一种颤笔 我们看到一些高清的高速度的拍一个水面 蹦开的时候 一个水珠地下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到这种 马云颤笔的那一种感觉 若断若连的水的低落 跃起的痕迹吧 马云没有高倍速的摄像机 但是它感觉到了 而且找到了合适的手法 表现出来了 传达给了我们 这就是马云的高美满 看似笔法简连 而且出现的物像并不多 但是它却画出了水的万千气象 画出了江河湖海的宽阔 画出了寒潭秋水的细微之处 画出了真火水 我曾经把这个手卷的 挂在我的画室里 看了又看 看了又看 我就觉得它勾起了我 彼时彼刻的一种感受和感觉 比方我们说 这一件写的小日后三 我想起来 我以前到山东去写生的时候 看着太阳从海上升起的时候 水面闪烁着金光 确实有这种感受 那么我们看到 马云的这张画的时候 力气引起了我对过去看到的 这种景象的回忆 我觉得这就是艺术家伟大的地方 也是马云画水的精彩之处 另外这张画我觉得很有意思 只一幅都是写的水 只有一幅画的是红日升起的 这也是艺术家运用这个对比的手法 是你看到了水与火的对比 虽然我画的全部是水图 我还有一个轰山的轰字在 我觉得很有意思 就像我们写字的时候 叫无往而不收 最后有一个回笔回风的趣味 落实在我们水图上 我也觉得是有这样的 艺术的思考和布置的 马云的水图实际上影响了 当时的画家和后世的画家 甚至影响到我们周边的 像日本、韩国等等 许许多多的优秀的画家 都从马云的水图中获取养料 比方日本有一个了不起的画家 福士会的画家 名字叫葛世百哉 他曾经有一张了不起的作品 叫做《神奈川冲浪》 他这个一个船这样开下来的时候 掀起了巨大的浪花 这个浪花的形状 我们经常讲叫胡爪 像老虎的爪子一样 这个正是我们在马云的水图 《黄河逆流》就是这样一个大浪 然后有胡爪式的浪头和浪花 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里面的一种艺术的传承 前面的大画家、大宗师 马云的水图里已经画出来了 后人就把它怎么样应用到 他们的创作制作 所以经典的作品 永远上发着艺术的魅力 指导着后面的艺术家们前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